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首先它是1080p 60Hz 550尼特的亮度和95%的NTSC色域 然后这款是10点触控的 给大家看一下 触控也是很灵敏的 一根C口线就可以实现供电和触屏 大家出门出差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合适的便携屏 现在我们这个7寸屏幕 就是市面上亮场的所有款式当中 数字最好的小屏便携屏 便携屏 便携屏的作用啊 我出差的时候可以当做电脑附屏 或者像我现在拍摄的情况下 也可以当做相机的监控屏幕 有时候在单位的时候 也可以摸鱼看一下漫画看一下小说 最主要的还是打游戏吧 一个小小的便携屏 马上就会变成一个游戏掌机 它是没有电池的 所以装上手柄之后也是很轻便的 这种拉伸式手柄 重量和刻数等一下给大家上图 就让讽子装装建设 1分钟 作为我们pikdo的粉丝肯定会问 分体式手柄怎么办 比如说这种手柄 那就敬请期待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